黑人男孩考上了新衣的大学 开心地向路边的警察比了一个手势 可警察却误以为他在树中之挑衅 拉起警报便追了上去 男孩看到身后的警车 便立刻停了下来 警察要求男孩出示驾照 可就在男孩转身取驾照的时候 警察又误以为他在掏枪 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 警察开枪射杀了男孩 他们翻遍车内 也没有找到所谓的枪 只找到一本驾照和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 他们误杀了一个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的学生 警察知道吵祸了 但不仅没有拨打急救电话 反而是把没有断气的男孩靠了起来 随后从警车里用抹布取缚一把枪 把现场伪造成男孩持枪袭警的样子 晚上 大批的警员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 这个女人是男孩的母亲 同时也是一名亚裔警察 当母亲看到已经死去的儿子 她气不成声 儿子死亡的消息很快传到父亲的耳中 她来到医院 不愧地掩面痛苦 儿子考上大学 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 到最后却变成了悲剧 母亲辞去了警局的职务 并劝说丈夫也辞去法官的职务 我已经辞职了 你也要辞掉 我可以哭 而丈夫却很理智 她是本市唯一的黑人法官 如果辞掉 那就代表妥协 更无法为儿子洗脱罪名 第二天 男人从警察朋友那里得知 儿子确实有一把枪 而男人却很奸细 自己的儿子不会持枪 接着夫妻俩来到警局 遇到了射杀儿子的那两名警察 大壮还算有点良知 他自知心中有愧 不敢面对失去儿子的父母 转身朝楼上走去 而长毛却很嚣张 他毫无悔意 说不会为自己的本职工作而道歉 男人警告他 自己会动用所有的手段和人脉 让长毛付出应有的代价 而长毛却一再坚持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 更无需道歉 生气的母亲上去就是一巴掌 长毛轻烈一笑 仿佛认定他们拿自己没有任何办法 而在审讯之前 两名警员已经统一口径 佛波洛也没能调查出真实的情况 随后男人以法官的身份找到了市长 同样身为黑人 市长却没有站到他这边 作为他们的执法机构 他相信他们的警员 除非找到有利的证据 否则两名警员不会受到任何的处罚或指控 为了安抚男人 他们仅仅给男人提供了一笔赔偿金 男人当场回绝 既然没有人为他主持公道 那他就用自己的方式为儿子复仇 为了查明真相 男孩的父亲通过警察朋友 从当案室里拿到了一份机密文件 原来像这样的案件 远远不止这一起 男人找到了其中一个受害者的父亲胖哥 想让他帮个忙 一起控诉市政府 儿子的死一直都是他的心结 但作为普通人 他知道根本不可能胜诉 于是拒绝了男人的请求 男人没有放弃 他又找到了另一名受害者的母亲 对于儿子的死 这位母亲却表现得很坦然 因为他已经想通了 不再将希望寄托于司法体制 他更相信上帝的审判 但往往软弱 只会让他们更加的肆无忌惮 第二天 男人发现儿子的事件被登上了头条 他们扭曲事实 给儿子安上了持枪贩毒的罪名 这让男人更加的愤怒 但又无可奈何 妻子看到新闻后 情绪更加的激动 两人因此大吵一架 他指责丈夫的不作为 不仅没有为儿子声张证明 还让他成为了罪犯 没办法的男人只能再次找到市长 向他展示了此次案件的可疑之处 两个不同的案发现场 时隔两年 枪支竟然是同一把 而且长矛同时出现在两个命案现场 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可市长根本就不在乎 他从不关心事情的真相 面对男人的种种疑问 市长怒了 听到这话 男人只能心灰意冷地离去 他似乎理解了 同样逝去孩子的那两个家庭 他们为什么不去翻案 自己好歹是个法官 都对此无能为力 更何况是普通人了 这天晚上 男人再次找到胖哥 毕竟一个人的力量始终太薄露 他恳请胖哥的帮助 同样也是在帮助他自己 他给胖哥看了一段视频 正是他儿子当年被枪杀的录像 看了这个视频后 胖哥陷入了沉思 男人告诉胖哥 你的儿子根本就没有持枪 跟自己的儿子一样 也是被他们诬陷了 就连枪都是同一把 再次看到儿子的死亡 胖哥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拿着枪质问男人 男人赶紧解释 并邀请胖哥和自己干一件大事 既然法律不能声张正义 那我们就用自己的方式 为彼此的儿子报仇血恨 胖哥被说服了 两个愤怒的父亲走上了复仇之路 既然法律不能惩罚罪人 那就只能以报之报 胖哥首先潜入长毛的家里 谁知对方早已有所察觉 胖哥被打得措手不及 很快就落入下风 长毛一个爆摔 让胖哥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 他们低估了一个警察的敏锐和格斗技巧 胖哥的头套被摘下 关键时刻 法官父亲及时支援 但被长毛察觉到 两人开枪互射 长毛开始忏悔 他说如果知道是你的儿子 我肯定不会开枪的 难道别人家的孩子就可以开枪吗 但是已至此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法官趁机绕到长毛的身后 把他打倒 没有选择一枪击毙 让长毛有了反击的机会 他捡起地上的烟灰缸哭斥一下 两个父亲都被放倒 胖哥只求一死 自从儿子死的那一天 他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长毛被胖哥吸引注意 法官趁机拿起手枪将他击毙 但事情还没完 他们继续去找下一个复仇对象大壮 警察很快就来到长毛的家 他们知道是法官所无 所以提前将大壮保护了起来 在一个路口 他们遇见了几个便衣 两人察觉到不对劲 一脚地板油立即逃走 然后把三名警察引到了一个工厂 两人埋伏在暗处 很快就将其中两个警察制服 最后一个女警在两人的劝说下 再加上自己有点害怕 所以放走了两人 他们继续朝大壮的家里赶去 刚好看到插尖而不得大壮 随即一个180度掉头 一脚油门就追了上去 接着就是连续的追赶和撞击 直至把对方逼停 不料对方直接掏出手枪 胖哥也来不及掉头 只能不停地后退 双方发生枪战 胖哥一个飘移调转车头 谁知前面有辆车 胖哥一个不注意 车辆瞬间侧翻 警察缓缓靠近 被车内的胖哥和法官双双击毙 两人把大壮抓下车 让他双戏跪地 进行忏悔 法官把儿子的话放在地上 对他进行最终的审判 大壮不停地求饶 说自己还有个六岁的孩子 但法官和胖哥曾经都有儿子 大壮知道自己在捷南逃 两个父亲同时开枪 将仇人击毙 但同时也被赶来的警方击毙 一个误会 两个愤怒的父亲 几个家庭的智力破碎 造就了这场惨剧 当一名法官不能以法律来声张证明 那就只剩下暴力 感谢观看